石门区的前华国小中有茶园有菜园 作为孩子们的食农教育教材 从产地到餐桌的历程 孩子却是比较少参与到 因此在上个学期末学校也争设了柴烧的窑 趁着寒假期间 教师们要加紧备课 就是希望在下学期 孩子们就可以自己种菜 自己采菜 然后再做成料理 品尝丰收的喜悦 石门区前华国小小园中有一片茶园 还有一座文室 物料让食农教育更加落实 近来在校园中盖了一个新的柴烧窑 希望可以让小朋友应用校园中自己种的食材 再透过料理让孩子感受 自种食物的珍贵与甜美 为此在寒假期间 教师们也加紧脚步来备课 要揉面团做披萨 希望下学期可以教学生做 首先我们先把所有的食材 面粉的一个制作过程 我们先把它稍微做一个简化 那比较容易入手 比如说我们把法国面粉 再加添加了一半的日本面粉之后 让它做出来的面团 比较不会那么粘手 那通常新手在接受 这种不粘手的面团的情况之下 它做出来成就就会比较高一点 失败率降低 对 这主要是一个方向 对 就是把面团的特性把它做得比较好操作 容易操作这样 可以见到为了要让课程更加的完备 前华国小连拌面机都一并添购 在讲师的比例配方讲解之下 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依序完成披萨 最后铺上新鲜的蔬果食材 准备放入烧热的窑 而窑烧热的温度也是相当讲究 完全教学就是要让老师们教学顺利 我们今天做的教师进修呢 是让老师食做这个披萨 那就是我们想要就是发挥我们食农的精神 用在地的食材 我们学校自己种的蔬菜 然后把它做成这个披萨 之后呢我们也会带着学生来做 所以今天先进行教师研习 那每一个老师都要亲手做一个披萨 然后我们放进去烧 我们是请那个专业的德迈的师傅来教我们大家做的 那希望我们的李明 然后如果有兴趣的大家都可以来参与 为此前华国校校长表示 为了要让孩子们对于食农教育更加的熟悉 上学期开始在校园中开始打造新的窑 在寒假前终于落成 要趁着寒假期间带着老师们熟悉 窑的使用方式 并且将窑带入课程当中 也期待能够增加课程的丰富程度 新学期要带给孩子不一样的课程体验 记得拉平函 师傅们采访报道 需要 费用约课程度